和分享出去 然后一定要留守到最后 留守到最后 记得我们是metersquare OK? metersquare 一定要打点口告 OPS page 如果刚刚进来的朋友们 还没有去LINE我们的Facebook page的话 请到我们的Facebook page去LINE我们 然后Follow我们 所以有什么新动态啊 这些你们都可以有 按下那个Notification 那今天我们讲的是这个 Walk in or not OK? 刚刚我提到 女人 衣帽间和Wordrope 是非常重要的 那男人呢 你觉得是重要吗? 她说也非常重要 因为她是做这种生意的嘛 那你给讲是重要的 我都不会 但是在我的顾客的研究上就好 就是我跟顾客聊啊 这些啊 男生哦 工厂都占百分之非常少 你觉得你在家里的地位 占多少 就是看你第一帽间的地位占多少 你觉得呢? 在我的家里 虽然我的地位还算不错 还算不错 还算不错 因为这样是爱老婆 她爱老婆80% 所以她爱自己的那1% 不错 是个好男人 OK? 硬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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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我们看一下 至少我们做一个调查嘛 对不对 我们做一个调查看一下说男生跟女生 了解一下说 对对对 分享一下男女 你们占多少个% 你们的衣帽间 OK 那我们今天其实就是要跟大家介绍关于这个衣帽间的重要 之前的PART1我们谈很多就是WORDROP 可以有各样各式的WORDROP 就是看你的设计师怎么样去帮你 然后你个人的需求 然后你自己本身就是有什么要求啊 然后你的空间啊 要讲规划 就要跟你的设计师讨论 那这个衣帽间呢 可以分为说有open concept 或者是and close的 当然也有分做说你要U型 你要L型 你要E字型 还是你要二字型 这些都是一些比较 basic的一些layout 那今天我们跟你们谈的呢 就是open concept WORDROP OK 比较modular system的WORDROP 因为我们有分为 其实基本上 衣柜 或者是衣帽间 我们分为有两种 比较基本的两种 就是custom made furniture vs这个modular furniture 所以挑变是 他们的公司是做modular system 对吗 modular wardrobe 专科modular wardrobe 他是specialist 达人 低贸间达人 Mr.Kell Lee 所以我们今天会跟大家多多分享这一个 what is the difference between custom made vs 这个modular furniture 通常 modular wardrobe system 跟custom 最大的分别是在于 它比较轻变 对 因为modular wardrobe 真正的概念 从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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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说 通常很多人都喜欢说 户头 带过来 能够 储存 所有的空间 就是说 能够利用 从地方到地方 所以他们也希望说 有一天 如果 离开这个地方 他们喜欢带走那些 那些 他们的户头 so modular system 其实是 从这个原理开始的 它的历史已经很长了 真正专科 专门做modular system的特点在于 其实我们是用不同的原材料 来制造我们的衣骨 例如我们有用到 Helvinium 我们有用到我们的 shelving 就是护板 我们有用到一些玻璃的元素 把它放在一起 so modular system 最特别在于呢 每一个 每一个drawer 柜头 每一个绳板 每一块 accessory 都是拼上去的 我们把它 很像续合这样 就好像一个 有点lego的感觉 对 所以我们叫做磨坏树 所以所谓磨坏 他们是 一样一样放上去的 所以如果 有一天顾客说 他们有一天 生活上有一点 变化 需要增加 更多 吊椅的位置 或者更多 shelving space 来放它 这种预备呢 是很 很容易的 去处理 然后去更换 或者去更换 或去增加 它的空间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当顾客 他们觉得说 我们的抽屉 今天我们就 想要拿下来 放进去 书房里面 来做一个 producer 我们的system 做得到 就是你可以把 轻便的拿下来 放进去 你的 设计物里面 书房 来做一个 对 OK 所以基本上 对设计师来说 Customer VS 这个modular system 对我们来说 其实我们是 根据屋主的需求 然后根据 你们的空间感 来做设计 就好像说 假设 你的一个房间 整个房间里面 就是你的房间 你要walk in 对不对 那如果你装 这个modular system 整体上看起来 就是 我一眼看进去 就很容易 看到了 它不会有一些 编板 或者是说 有一些 橱柜 等门 所以空间感来说 是比较宽阔的 当然 这两个东西 来比较的话 也有一些 facility 的那个 狀態 所以说可能 你parselmate 对一些人来说 它需要一些 特别的sign 可能这个modular system 就做不到 因为可能说 你有些空间方面 需要有一些 cutting 或者是有一些 shape 特别的layout 的话 modular system 可能就不能完全的 搭配 要有点错过 而且颜色方面 假如说 你要选择一些 比较特别的颜色 或者是说 你要选择一些 设计网 图形 圆形 这些sign 那modular system 因为 基本上 我们custommate 就是在工厂 tailormate 就是 based on 你的layout design based on 你的设计 你个人所需 你要是什么东西 然后这个modular furniture 就是有一些 规定的standard design 我可以这么说吗 如果我说错 你要告诉我 所以 道实上来说 都有些规格 规格 规格 当然 modular system 也可以有一些 小型的定制 小型的定制 对 如果有一些顾客 有什么特别要求的话 特别在于sign 方面来讲 需要做一点调整 的话 我们能够做定制 如果顾客有特别要求 就是说什么工法 能要做什么样的tustable 类型 的话 我们也能够 也能够做得到 所以其实颜色方面 就是有一些规定 等下我们会说给你们更多 关于这个design方面的东西 除了这两点之外 刚刚我们讲的就是 你的specification VS 这个generic design 就是说你要特别的定制 而这个modular的话 就比较 就是说有些定制性的规定 那除了这一点之外 我们当然讲 价格方面 你觉得在市场上 会有相差 就是Customate vs 这个modular 但是像价格方面来说 Modular system 跟Customate 大体上来讲 其实modular system 价格应该会更多 但是 由于我们是西加坡制造 新加坡马来西亚厂制造 所以 通常我们的价格 都是comparable 所以很多 有些顾客 他们有一个错误的想法 就觉得说 modular system 会比较便宜 当然modular system 如果你是open open concept compact 那些有文 有珠惠 当然你这样比 就是不是apple不apple 就是他其实没有文 我觉得两个东西 是完全不一样的东西 所以这样的方面 可能有些互解说 这个方面 就会比较便宜 然后另外一个 就会比较便宜 其实讲真的 要怎样的东西 就是非常个人所需 很重要 非常有比赛的方面 通常个人所需 是一样的做法 modular system 有些时候 如果需要简单的话 就是可能 Full system 成本钓医 简单的话 实际上来讲 价格方面 有些情况下 其实价格都不属 当然 我们有一些顾客说 他们可能 就衣帽间 他们就是要很多组 他们要很多 塞水口 把它放出来 然后就需要做很多 会 除了基础 除了基础 你的设计 你的空间 你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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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外 我们也有很多 不同的 solutions 就是说 你有不同的问题 我们要去帮你解决 这个问题 这些东西都是非常的 就是 关于到细节方面 我们说 对吧 每一个细节 但最重要的是吧 这modular system 它有一个 recycle 对 environment spending 现在我们都在跟很多大公司 跟很多architect 参考很多关于sustainability 就是 到底你这个system 用了过后呢 五年 七年过后 如果我们的顾客 想要把它 从这个旧的家 带去新家的话 是否不信任 所以我们的公司 以modular system的 发展去向 走向现在的群组 需求 我们是做得到的 就是我们可以帮忙 我们的顾客 把existing的厨柜 拿下来 移 移去新家 然后把它搬去新家 可是这一点 然后卖房子的时候 你要注意 你要先跟你的 你的buyer讲好 让他来看你的房子 就是特别喜欢 你那一部 work-in system 然后你搬家的时候 把那东西搬走 就有问题了 我们也有这个case 我们常常也有 那个mover的case 所以 existing the client hang over 给新的client 然后新的物主 找来找回我们 所以我们还是要 找到 我们公司的品牌 OPSH 有没有换屋主 你们有问题 那个program 是吗 其实他们照给我们 只要公司 是OPSH品牌 OK 我们都在问 非常棒 这样子 OK 所以还有一点 很多人对我们 想 这样我们今天 知道了 认识了 这个OPSH 他要建一组的话 有什么差别 如果他直接来找你们 OPSH 还是通过室内设计师 我相信很多室内设计师 可能会在想 你自己在做衣橱 然后你自己又有 做设计 你在帮人家打广告吗 所以很多人 可能会问这个问题 为什么我们 会 I mean introduce这个product 给大家认识 其实讲真的 有新的东西 或者是有好用的东西 我们自己本身觉得 值得介绍的话 我都会非常推荐 那在于你来说 你会怎么样去 处理这样的事情 你觉得说 顾客如果直接来找你呢 跟来找设计师 有些什么差别 顾客来找我们 跟找设计师 巨大的差别呢 实际上就是 通常顾客找了设计师 然后他们都会 以一个 整间屋子的 全屋的方案 来看待 这整个 整个空间的设计 所以通常有了一个设计师 来帮忙屋主做规划 然后并且 规划出他的衣帽间 他的不同的那些生活空间 然后才过来我们的收容看的话 通常方向会比较明确 更明确 更明确 而且最主要是 空间规划 整个空间的规划 包括颜色的搭配 包括 包括 顾客 喜欢的一些 细节 设计师都能够 从 他的角度 去了解得多 跟我们一起 追接的交易 因为 讲真的 设计师会比较细地 细地一些 所以先要了解 顾客的需求 然后这些 其实价钱方面 对外来说 其实都蛮不一样的 就是你找我们 也是一样 但是你找我们 我告诉你 这是有特别的行为 就是不一样 OK 对不对 OK 朋友们 我们回答一些问题 那我们就可以带你们去 拖一下 她的这个 show room OK So Lina I think Lina 问 If I move out Can I dismantle it and install it at my new place? So answering Lina 的question 是可以的 只要你的那个 衣柜的 尺寸 是不是假设 你的衣柜是两米长 OK 所以你带去你的新家的时候 嗯 然后你的新家是两米长 想通话 实际上我们是能够帮 重新安装 OK 那费用方面呢 是怎么转 你帮他 move forward 那个新的吗 呃 我们的费用 其实都很 straight forward 通常我们的顾客呢 我们就用它 第一是 Nable Cost 嗯 有 Dispantle 然后 Transportation Cost 还有 Reinstallation Cost 主要是 比较多是来 可以 Handle我们的那个 Label Cost Label Cost 然后做一个 Arter Sales Service 嗯 有一个顾客就问说 他看到 Modular Word Drop 在他朋友的 Condor那边 那个Sliding Door 然后呢 有那个Wottom Track 可以不可以 当然 你叫那个Wottom Track So Siding Door System 有分成 Bot Track 或是Bot 和Wottom Track 嗯 for OPSH 做新的衣柜的话 我们是可以做 WithoutWottom Track OK 好 那我们带大家看一看 因为坐在这里 讲太多 我们坐到五次 然后来喝杯茶 中秋节快乐 帮忙分享出去 中秋节快乐 然后等 然后带大家走一走 好不好 我们看一下 我们介绍一下 最基本的 这一个 我们从这个最基本的 这个Modular 开始吧 对 OK 所以在这边这一套 就是Basic 对吗 So 这套的System 是 我们公司的那些System 嗯 以最基本的 分割的样貌 来看的话 你忘记拿我的Mine 哈哈哈 等下 声音不好 应该听不懂 嗯 OK So 以我们的NASA Series 基本的方法来看的话 通常呢 他们都是有 Wooden Front 的Rower OK 它的Po System 的原色呢 这个是一个Satino finish 通常它会比较适合 木红色的 就是比较Warm的Color Color 基本上我们有四种 颜色来选啊 它的这个Po 三种 三种颜色 三种颜色 它的Po System Po 然后这个Map Map Black 还有Satino finish 三种 OK 对 所以这个的话呢 它是一个Open Concept 的System 主要是来搭配 Off Color的Finishing 所以我们把它 列为 有好几种 Shelving 的Color 或 这个Po System 的Construction 所以我们其实是有 那个 Cabinet的颜色 就是它的橱柜的颜色 我们可以选择搭配 所以你可以搭配说 你要这个 木色呢 然后搭配这个黑色 现在每个人流行黑色嘛 对不对 对 流行黑色 你可以这样子搭配 然后你或者可以选择 不一样的颜色 有五种颜色 对吗 So,Shelving的颜色有五种颜色 嗯 So,有Wornut 有Oak 嗯 有Wornut 有Oak 然后我们有Canin 还有 Sautic Ash 跟Ou 所以有五种颜色来搭 OK 那抽屁方面呢 我们也可以选择说 有没有Lock 对吗 对 So,抽屁通常我们的制造规格呢 我们都会给Lock 都会给Lock 比较是要收一些私人物品啊 例如 Passport啊 手表啊 Wallet啊之类的 对 So,我们第二个的话 通常就是普通的 但是我们最主要呢 我们是Make sure that 我们能够搭配的Drawer 全部都是Metal 的 所以它Internal Bucket 是这样的 是Metal的 对吗 对 我们全部把它Upgrade成Metal 然后它一组上 OK So,Shelving对我们来讲 对我们公司来讲是非常重要的 那其实我看到有两个扯处 这个抽屁的扯处 它的高度 就是这两个颜色 这两个高度 对 对 对 规格方面来讲 通常这是比较standard的一个深度 和我们家里用 这个会比较深 你看到 这个比较深 深的可以放其他的东西 通常有些Asterborns 比较喜欢放折的衣服 所以说折的衣服 折贴的话呢 放在比较深的Drawer Drawer的话 它的储存供性会比较大 嗯 那我们也可以选说 哦 也要放首饰啊 有人的最爱 对不对 我们可以把它这个 这个是aluminum 我们有一些基本款的一些 accession compartment 这是aluminum做的 嗯 所谓的基本款的 Square Square 就是这个可以移吗 可以哦 它目前来说 它们都是比较fixed fixed fixed 如果是真的要custom的话 大小规格的话 通常我们是用 那些suit favorite 那种compartment 来做定型 ok 那我们还有这个 就是如果你要放裤子 男生 嗯 这个的话 其实我家里也有这个 耶 可是你不用 我用很多的 你用很多吗 我的比较小个 我的差不多是60cm ok 这个是50cm 我的60cm 但是 虽然是50cm 但是你能看到 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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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的那些 褂蜜都是活的 我们能够 我们能够更加的去 空间利用它 对 利用我们的空间 关于最高的褂蜜 嗯 每一个褂蜜呢 它反正的那个streng 都相当爽 ok 搞到它 它弄的话 它就不会 不会断 不会断哦 对 因为这是aluminum genus 对吗 一条 一个80cm的褂蜜 它可以放 19条褂蜜 嗯 by default ok 最基本 其实设计这个 衣帽间的时候 我们重点就是 你要男生的衣服 上下掉 还是女生的衣服 其实要有长情的话 其实这个东西 我们可以在底层 做多一个抽层 也是可以的 可以其实灵活的 去变动它 对吗 对 所以它所有的fitting 所有的那个 posystem的fitting 全部都在这一层 就是看它的这个shelving 这一边 可以adjust 对 如果你把盖的话呢 我们可以放松它的螺丝 它的ellen screw 我们放松了之后呢 所有的 所有的shelving hanging bar 还有我们的drawer 都是能够移动的 移动它的高度 可以调整它的高度 上下的高度 嗯 所以盖上theia cover board 其实全部都 好修 这朋友刚才好像没有听到我们讲 which is more expensive custom made wardrobe 或modular wardrobe 我们已经回答了这个问题了 你可以 你可以play back play back look super steady yes Angela ok so你看旁边这里 我们也有一些就是shelving 有人很多包包嘛 对不对 所以如果他要despain 他们的包包的话 哇 你这个盒 miss的盒子是你老婆了 还是你的 哈哈哈哈 这个是这个是从他的boudic 门口进出来的 boudic 门口进出来 哈哈哈 ok so 你这个整版 你可以adjust啊 你的高度其实也是可以调整 对吗 嗯 所以这个其实你看咯 这个pole system 他们可以 就是多高吗 他的maximum 可以顶到那个sealing 嗯 我们的pole的高度呢 他的maximum高度 从地板到今晚板 maximum的高度是三个metern 三个metern 三个metern ok so more than 3metern的话 我们就要做一个job box up 呃 或者 alternatively 我们可以做我们的 long element shelving long shelving 然后我们的secure去场 对 所以利用shelving的 的力度 然后 打一个brancheting 那个wall ok 所以我们就是有很多的solution 你可以看得到 那么后面啊 其实是一个玻璃 所以 其实背 没有不需要有背板啊 如果我们用过衣 然后你也可以加镜子 镜子啊 可以照 看一下 没发现 哈哈哈哈 没有镜子啊 照镜子 所以这个是open concept 不要门的 如果物质说 我不要open concept 我觉得很大事 因为open concept 一些 讲真的啊 如果你的那个房间 有angle的话 就是你可以做一个U shape 或者是你做一个L shape 然后你有一个房门遮着 没有开窗 然后完全没有 就是有灰尘可以进的话 以后 有open concept ok 但如果是说有灰尘的话 其实每次在这个衣服上面 或者是衣雕方面久了 如果你没有处理的话 还是会有一些灰尘 那他们其实可以选择 有一个门来着 对不对 对 通常是open concept 如果旁边有墙 我们就直接在墙的 就是两个墙的中间 加上一道门 对吧 所以我们可以介绍一下说 另外一个 櫃这里有门的 另外一个concept 就是这个地方 有拉门的一个櫃 所以有些顾客 他们就 比较担心说 我的wardrope 就是pike-ex pose 他们希望说 有一个 一个corporing 有一个拉门 能够在 在橱柜的密间 把要折折 折折折起来 那我们就能够做一个 一门 把它盖住 ok 这是拉门 所以在拉门 看起来好像蛮搭配的 你的有些电梯方面可以进吗 通常我们在赛口的话 我们会量电梯 先量电梯是吗 因为这个整片这么高 有些电梯根本是进不了 所以弹楼梯上去 也是非常困难 危险 这比较危险 是危险 所以这个其实这个高度是多少 3米吧 目前这个高度来说 看起来很高 我们天花板大概是2.8 我们大概2.4 2.4啦 因为那个玻璃2.4 对 这个玻璃是2.4 如果你要超大 就变成你的玻璃是oversize 就加起不一样 因为我看到那个灯 突然间会关掉闪掉 它是sensor的 对 所有的那些我们的衣柜 都有放LVD来 LVD来放了过 我们用sensor来取放 OK 反正这个是additional cost 通常是一个 附加 就是附加 是否需要还是不需要 OK 然后我看到你拉前一位的时候 它有一个soft closing的那个 有两边都有 两边都有吗 有一个soft closing的一个 close 这样不懂 按 demo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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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不怕说 可以敲到这样的感觉 对 所以你人一靠听 它就是sensor 那个灯 不会 它的感应器在这里 所以在上面这边 是在感应器 通常它一 detect到有人来活动 就是说在这个衣柜 有一点 activity 开这个拉门的时候 你在做事情的时候 它是不会关的 它会自动 sense到我们的body heat 它就会开 然后它也不会关 直到我们离开这个地方过后呢 大概40秒钟 它就会自己off掉 OK 你看这个格子 这也是其中一个modular的选项 对吗 你可以有这些格子 然后放一些包包 然后给它收集 你可以另外加 对吗 AI Look interesting 你家要不要换一套 Modular system without accessibility 对 哈啰Ringo 你好 好久不见 我的顾客上来看 清醒 Mendy 除了拉门之外 我们还有另外一个选择 对吗 就是说我不喜欢拉门 对吗 我喜欢 可能或者是地方的问题 我们用一个格门 Folding Door 可以看到这个Folding Door OK 所以Folding Door是没有truck的 SoFolding Door 它的概念呢 是利用那个侧板 侧板的那个路 把它绑起来 所以侧板跟上边 就是上面 它被truck 所以它上面有truck的 过旁边有侧板 所以你门开的时候 是peeper过来 所以下面这边 基本上它是没有truck 没有truck的 OK 对 所以它是 它是以这样的概念来制造 通常做于做 Bipo Door的情况呢 通常都会是在 在一个比较特别的 层寸之内的范围之内 而做Bipo Door OK 就刚才你说的那个箱子 可以随时移到不一样的地方 对不对 你要不要 就是Demo一下 如果我今天这套厨柜呢 原本是绑在我的 绑在我的一柜的 但是我决定把它拿下来 放上四个类子的话 我是可以很轻便的把它移动 可以把它带去 带去别的房间 所以它的整个厨房的 前后呢 全部都是一个 finishing 对 finishing 也是属于furniture 我们把它当作是属于 家 家私家具 的一个furniture 对 每一个概念 就好像说现在我离了之后 我要给它有上下掉 那我会打电话给Covie Covie 先会加一个bar给我 放这个additional的hanging rock 所以只要是我们的顾客 打片换过来 然后发一张照片 如果我们说是OPS use the system的话 我们是能够随时帮你 安排 安排增加你要的空间 OK 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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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时可以帮你 随时可以帮你增加 你要的 钓鱼铁 或者可以帮你增加 你要的shelving 甚至你可以增加 你要的accessory 我们随时都能够帮你 帮你 增加啦 对对对 你看那个corner 我要给你们show你们那个corner的地方 corner的地方每次一个L shape的地方 很多人就会担心说 corner怎样去空间的利用这个corner 可能我进来可以不看一下 因为通常我们的这个corner 因为L的地方 如果有一个隔板的话 它就会比较难的去access得到啦 虽然不是很深 但你看它这个system 它有一个pone system在这里 它没有那个L的问题 其实你可以把那样关掉 然后我整个人都可以进来 对你可以进来 你可以把门关起来 然后可能你的孩子也找不到 哇你不要这样 小孩子不可以咧 这个等一下小孩子躲在里面 然后可能人看不到咧 对对对不可以不可以 这个不可以教他们 对对对 ok 那我们还看到另外一个 我们再介绍一下 因为刚才这个拉门 是有路的 就是有下面的bottom track 这个地方 看到它下面有一个bottom track 对不对 那我们还有另外一边 这个方向这一边 是没有bottom track 就是的 又是另外一个 对吗 对所以这个的话呢 是这个area呢 就是similar一个 过影过动 就是美姐讲的 过影浪 这个地方你就可以直接 是属于一个walk-in 但当你在进去 你的异贸间之前呢 我们是有设计一对 一对一门呢 在中间的 左边右边是一个 对 左右边是一个fix panel 所以你可以看得到 根据我们把它 放在一起的概念呢 左右是fix panel 它是不能够移动 但是中间这个呢 它是能够移动 哦 所以当我们移动的时候 你注意到下面这侧呢 是没有 它是没有 没有 对 它是属于动用系统的 动用系统吗 对动用系统 所以你看我走进去 哇 我会感觉它 因为这个感觉的话 你可以看得到 它里面的这些 accessory的wrap 都是玻璃的 对 这个比较high-end一点吧 我们可以 我们可以定制它的样子 玻璃或者镜子都可以 哦可以 对 所以它是属于比较high-end的 比较high-end的感觉嘛 所以你可以看得到它的finishing 全部都是aluminum的 对吗 对 OK 我们把它的 把它的drawer front 全部upgrade成 啊 抽地 抽地头 变成了 鱼边 就是aluminum frame 我们也可以有一个full mirror 在里面 所以呢 我其实可以在里面 然后 在这个小小的 U-ship的wardrope 所以你在这里 可以看到这个字 一个U-ship的wardrope U-ship的wardrope 按corner 你看刚才我们讲的 这个corner shop corner shop里面 就有一些利用的空间 就不会说 你里面的成本 其实都可以接进去 对吗 没错 OK 这里什么特别的 那这里的感定灯呢 哦 可以dream哦 对 so 不同的人有不同的那种 的要求 关于他们的 他们的mood啦 哦 换衣服的时候 可能不要太过亮 不要太亮 不要太亮 所以他们 他们有 我们有 有sensor 我们的sensor 可以来调光 哦 可以调光啦 可以调光的 那我看一下 我带你们进来看一下说 诶 这个 这个箱子是什么来的 这边有一个箱子 这是一个箱子吗 这个 这个箱子 你看 哪个 这箱子吗 这箱子是什么来的 里面这个 这个箱子呢 是我们其中一个最新的产品 哇 这抓机 我有点不行 可以吗 我的cameraman进不来 所以我抓到有点 我帮你 我帮你启动吧 好不好 你帮我启动啊 OK 来 按 90分钟 直接启动 这是什么来的 这是我们 其中一个最新的产品 OPSH Ionizer 哇 就是说如果你有包包 或者是 你有一些皮衣 皮大衣 对不对 每次放在衣橱里面 担心它会有一些 有一些就是发霉啊 这些东西 主要是除草的 除草的用处 所以这个是其实可以set up 那个timing的 对不对 我们可以set up 那个timing 我们也可以 preset 他们的operating hour 这边看得到 我会拿 他在这个位置 其实他现在在发出一些 热 热 然后他也是在换气 他现在在 他现在在做的就是 他在吸取潮湿 就是那些humidity 然后换成 比较warm的 比较dry的air出来 哦 OK 对 这样的话就能够 帮忙我们的wark 减低那个潮湿的 那个情况 非常好 所以小姐们 如果你们家 有很多名贵的包包 那这家东西 其实是你名贵包包里面的 其中一点点 对不对 对 不是很贵的 I think 找贵一个包的价钱吧 是很 很贵的 很贵的 不会到一个包的价钱 不会到一个包的价钱 所以少过一个包的价钱 来我们看一下这个 看不懂拍到这个东西吗 这也是有一点点 technology的东西 如果你在衣柜间 想要跳舞啊 然后想要换衣服啊 你可以开音乐 可以吗 对 它是可以开音乐的 Bluetooth吗 它是有Bluetooth的功效 它也有FM的功效 首先听一听FM 哇 一边换衣 一边跳舞 对 所以你要有一点音乐 要有一点音乐细胞 要有一点音乐的话 来调整 来调整你心情 随时你会 你这个不一样 看了音乐之后 我觉得我在这个 衣某间里面 我很开心 一定要穿粉红色啦 要穿青色啦 要穿什么颜色啦 搭配 对 主要是光的亮度 然后还有其中一个感觉就是 我们听觉上的享受 听觉上的享受 非常的重要 那如果 手机的音乐也可以吧 所以当我们去到Bluetooth的话呢 手机是可以连接Bluetooth 当我们连接起来过后呢 我们就能够播放自己喜欢的音乐 好 来一首浪漫一点的 好 现在我来测试一下 测试一下 测试一下浪漫一点的音乐 对 什么 我来试试看 你看 没有放几支贵贵的手表 对 这样 说美姐 喜欢听什么歌 浪漫一点啦 这么中秋的夜晚 我们要有点 长额奔月的感觉 英文歌 有没有长额奔月的感觉 英文歌唱得浪漫 浪漫 浪漫一点的 比较英文歌唱得浪漫 对啊 因为如果你要有 Open Kitchen的 Open Kitchen的 Open Kitchen的 Open Wardrobe 你要Open Wardrobe的话 基本上你是要一个非常整齐的人啦 如果你的Open Wardrobe里面 东西没有归类好啊 没有放好啊 其实也是很乱的 因为一开起来 整个空间 你就是看到完 一眼就扫完 有些什么东西 所以其实在摆放这个 这个衣帽间的时候 是需要归类的 就是男生在什么地方 颜色啦 你看这些display case 它就是颜色来 区分他们的衣服 红色也 比较容易找啊 然后jeans啊 放一边这样子 所以大家都可以说 归类的非常好 的话就比较稠 哇 开了 开什么个 张学友 开周杰伦啦 我不要喜欢周杰伦 你知道我喜欢周杰伦 我们的generation 都是周杰伦的 我跟你一样 generation的 我不是什么张学友的 我是周杰伦的 我是周杰伦的 在布道界里面听一听一点歌 哇不错啊 每天换衣的时候 可以听一下周杰伦 会不会唱 还好 我们一起唱 这个我只会跳 我不会唱 你会跳 跳一下 可能他在这 你会唱 周杰伦的 你会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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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to share with you 非常美的 那我们还要所冲些什么 非常喜欢这些东西 你们有没有like and share 为什么这么少人进来 你们没有让多一点朋友进来看 让多一点朋友进来看 让我们就要开始 大家介绍完先吗 差不多了 你们有什么问题要问 你们可以 就是share 然后我们坐下来做一个大抽奖 大抽奖 我们之前有一个很多的comment 很多的comment 说他们要怎么样 又要 又要怎样怎么样的 这个 对吗 那我们要这样抽叻 那我看一下 我们来看一下 嗯 嗯 要查一下 怎么样大家有没有 就是收获 你们的like有没有收获 i want i want to win lucky draw 好好好 ok lucky draw time 差不多了 快一点吃 快一点吃 讲这么多 是叶饼 那给你们叶饼 然后我们给你们四叶饼 叶饼 这个是 什么 是哪里的 的 乔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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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的没有啊 下的 真好 你个 229的 UV Dryer 得不到的朋友 没关系 你可以pm我们 1862 1862 1862 ok so 非常感谢你们 今天在这个通球节的夜晚 screenshot and then whatsapp 我们的 whatsapp号码 你知道吗 pleasescreenshot whatsapp我们 98625970 claim你的GIF ok 5790 蛤 5790 5790 老婆 ok 谢谢大家的支持 Raw Five 然后我们下个星期再见 也祝大家中处节快乐 谢谢Kelvin 谢谢你的时间 谢谢大家 中处节快乐 中处节快乐 要这么开心